水煮蛋会引起骨质疏松 能不能天天吃鸡蛋 告诉你大实话 白大爷今年62岁 退休在家后日子过得十分悠闲 每天吃完饭就下楼留弯 下棋 有时候还会跟邻居一起去钓鱼 最近 他发现自己身上时不时有关节疼痛症状 开始以为是没休息好导致的 连住几天没出门还是痛得要死 这给他烦得够呛 邻居知道此事后 建议他赶紧去医院检查 很可能是骨质疏松所致 去医院一查 果然是骨质疏松惹的祸 医生建议他回去多吃些补钙的食物 同时可以适当多运动 回家后 白大爷每天都会吃鸡蛋补钙 邻居知道了之后赶紧阻止了他 告知他鸡蛋是骨质疏松的发物 可不能吃 这下白大爷有点不知道如何是好 鸡蛋都不能吃 那要吃什么来补钙呢 一身体出现两个症状 可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 最新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超过50岁的人群中 骨质疏松患病率为19.2% 65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为32% 估算一下 我国目前约有9000万骨质疏松患者 其中女性占比7000万 骨质疏松是指全身性骨量 骨组织微系结构发生改变 导致骨骼脆性增加 容易发生骨折的系统性多病因骨病 骨质疏松根据病因可分为原发性和剂发性两种 其中原发性骨质疏松包括绝经后骨质疏松 一般会发生在绝经后5到10年 老年性骨质疏松多发在70岁以上的老人 以及特发性骨质疏松 主要是指青少年骨质疏松 激发性骨质疏松则是指 犹豫一些会影响骨代谢的疾病 药物或是其他明确病因所致的骨质疏松 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疾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肋风湿性关节炎等 节地组织疾病、营养不良、胃大不切除术 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抗经绝药、甲状腺激素药物等 长期超重、湿重以及酗酒等 骨质疏松的来临并非毫无征兆 出现两个信号要警惕 一是当身体出现40岁后身高减少超过3厘米 二是没有从事大量体力劳动 却出现疲乏、劳累、浑身无力 以及肌肉骨骼疼痛等症状 都可能是骨质疏松所致 二、水煮蛋是骨质疏松的发物 还能继续吃吗? 鸡蛋作为一种餐桌常见的食材 不仅养养价值丰富 而且做法多样 然而这些年关于鸡蛋的争议也不少 有传言称 经常吃水煮蛋会引起骨质疏松 这种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先来看看鸡蛋的营养价值到底如何 鸡蛋内富含优质蛋白质含量高达13%左右 且它的氨基酸种类和比例与人体的十分接近 身体吸收率很高 鸡蛋内还有一系列的维生素 如维生素、液黄素、维生素D以及维生素K等 这些物质对视觉细胞 促进钙吸收以及促进凝血均有好处 另外鸡蛋内的钙含量也不低 约有56毫克100克 但鸡蛋的铁吸收率较低 不能算上补铁加品 鸡蛋会引起骨质疏松的说法 其实和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关 而高蛋白饮食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 过量摄入蛋白质会会增加体内的酸性负荷 让钙质从骨骼内流失 同时会降低肾脏功能 让体内钙质的代谢量增加 加速骨骼内的钙流失 这些都可能会引起骨质疏松 但鸡蛋没有那么大危害 即便是每日吃2-3个鸡蛋 也不会加快钙质的流失 反而可促进身体对于营养物质的吸收 虽然可能会对血脂带来余地影响 但不至于增加骨钙流失 对此无需过多担心 3.50岁后不想骨骼被掏空 这四种食物尽量少胖 50岁以后是骨质疏松的高发期 要想预防骨质疏松 除了饮食和补钙以外 防止钙质的流失同样重要 因此不想骨骼被掏空 四种偷钙食物要减少食用 1.高草酸蔬菜 草酸在胃肠道内与钙等矿物质结合 会形成不溶性晶体排出体外 进而会影响钙质的吸收利用 时间长了可能会引起骨质疏松发生 生活中常见的菠菜、馅菜、芹菜等 都草酸含量很高 建议不要过量摄入 食用时建议先超水 这样可减少蔬菜内的草酸含量 2.高盐食物 高盐份的食物摄入过量 会影响身体对于钙质的吸收 且会促进钙质的流失 容易让身体缺钙 增加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 腌制食物、咸菜、蜜餐等均属于高盐的食物 要尽量少吃 3.高磷食物 磷摄入过量会抑制钙的吸收 导致血钙下降 诱发骨质疏松 且体魅的钙质还会与磷结合 生成抢肌磷灰灰石 容易引起血管钙化 常见的含磷量高的食物 有加工肉类 油炸食物 碳酸饮料等 4.大鱼大肉 大鱼大肉内的脂肪含量很高 长期摄入会导致体内游离脂肪酸含量过剩 与钙质结合后会生成不溶性造钙 对钙质的吸收不利 且这些食物内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上文提到过量摄入蛋白质也对钙质吸收不利 日常一定要控制摄入量 骨质疏松在中老年人身上相对多见 这类人群要多注意观察身体表现 发现异常后及时就医 同时日常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积极运动 对防治骨质疏松有好处